有同温层堡垒之称的美国B-52轰炸机,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服役,该机服役至今虽长达半个多世纪,但目前依旧是美国空军战略轰炸的主力。 但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,B-52只能靠配备多台发动机,来获得足够的推力。这些发动机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十分老旧,即便是最新型的B-52H所使用的TF-33-P-3,也是相当落后的涡扇发动机。 B-52H轰炸机此前,很多人都不明白,美国空军打算将B-52服役到2040年之后,那为何不更换先进的发动机? 2017年年底有媒体报道称,美国空军计划在2020年前,为B-52更换新发动机,并让其一直服役到2050年。 该计划一旦实现,B-52将成为服役时间近百年的老古董。据悉,这个计划需要数十亿美元的资金,再加上离2020年已非常近了。 这导致留给美国空军的时间已不多了,需尽快获得预算,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,多次对美军的武器装备值值点点,特别是那些昂贵的项目,特朗普就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,职责F-35过于昂贵,想要寻求超级大黄蜂,取代采购F-35的可能性。 为此,美国海军正计划在未来的航母上,配备一半的F-35和超级大黄蜂,这样既能短时间内提升航母的作诈性能,还能省下一大笔钱。 F-35由此可见,美军想让B-52-1到本世纪中期,若没有合适的理由,是很难从政府那获得足够的预算。 不过,这个合适的理由,近日美军已经找到了,而且选择的,还是和我们一样的办法。 据美国媒体报道称,美国空军为了提升B-52的载弹量及类型,特意为B-52添加一种新外部武器挂架,该挂架可将B-52最大载弹量从原有的4.5吨,直接增加到18吨。 报道中指出,B-52目前的通用挂架于上世纪50年代末设计,虽然在90年代经过一番升级改造,但仍无法满足美国空军需求。 为了能让B-52跟上时代,美国空军打算研制出新的挂架,这不仅能将B-52的最大载弹量翻两番,还能携带更多种类的武器。 如迄今为止,美军在所有战事中,使用过的最大的飞核炸弹,GPU-43大型空爆炸弹,轰-6系列是我国的主力轰炸机,也是核三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而轰-6K作为轰-6系列的最新改进型号,除了大幅度提升了航程外,其正常载弹量也达到原有的三倍,难怪被称为战神,之所以能一下子增加如此多的载弹量。 关键就在于轰-6K添加了6个以下复合挂架,使轰-6K能外挂36枚导弹,并在远超1000公里外的地方发射KD-20巡航导弹,轰-6K此次美国第52采用和轰-6K一样的办法来提升战斗力,说明我们之前的选择十分明智,更能,证明轰-6K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都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。 利润XHW责任